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陪你阅读 陈陪德牧师 和你游走书海 想你爱上阅读 迈向成熟 今集的节目当中 我要介绍的好书 是刚刚新鲜出路的 《当神学家遇上政治》 指标题是 《有关政治参与的十堂课》 这本书原本是由团体主办的 同名的《当神学家遇上政治》 系列讲座的活动 邀请了本地的学者 来主讲专题 透过《圣经神学》角度 和《当代知名神学家》的 《视觉观点》 来引导信徒 讨论和思考 基督徒 政治参与的种种 本书是由讲者 将其中十堂课的内容 赞写成为文稿 或者是重新来到去改写 讨论者专文 背集成书出版 对帮助讨者 思辨当前此地的政局 甚至参考价值 《当神学家遇上政治》 全本书总共分为三个部分 《甲布》是经典 有两篇专文 分别是赛定邦博士的 《旧约的公共论述》 和《甄思汉博士的 《新约圣经公共神学道论》 以马可福音的 《加利利海公共神学》为案例 《阅报》是 《近代与当代》 总共有专文八篇 分别是 陈家富博士的 田立克的 《历史神学与政治学》 邓朝光博士的 《莫特曼的政治神学》 圈志伟博士的 《侯活士的公共神学》 公立人博士的 《解放神学》 殖民与后殖民 《拉美与香港》 李俊康博士的 《潘霍博士的社群神学与政治神学》 劉振彭博士的 《初探尤达》的 《耶利米模式及其倫理学》的意义 以及 李天君博士的 《旭德的政治神学》 教会作为走向公共的 勸说声音 《丙报》是个人反思 有专文一篇 由陈士齊博士 以道成肉身的 道与德 遵行政治神学思考》 这篇文章 成为成本书的作业 这本书出版的意义 不单止是系列讲座文稿的结集 而是见证着两年的教会 和香港政治生态的变幻和将力 引导读者以扎实的圣经和神学理念 作政治思考基础 2012年3月底 香港特首选举 爆出了选举人种种的丑闻 当神学家遇上政治 而讲座就是在这个氛围底下 筹办连串的讲座 分别邀请了香港华人学者当中 旧约新约宗教改革运动 和当代神学家 政治神学观 来到是由这些讲者 切入有关的话题 从而帮助有志的信徒 思考基督教神学的政治维度 在第二年的6月 再举办了第二次的政治神学讲座 补上了4堂 文集可以说是这两次讲座的揭集 这本书出版之前 我们都在香港经历了流进逃避斩 香港传媒、教育、经济、文化 甚至是法治等等的领域 不断受到中国政治因素介入干预 新近还有一国两制白皮书的发布 香港本土论述在这方面分歧严重 是前所未有 这本书的主篇之一 陈家富博士在序言当中 他引用了自己幾年前 在博客上高所说的说话 没有任何开始比政治立场更加能够考验教会的忠诚 教会的宣讲也都从来没有非政治性的 每当教会就信仰或者社会问题作出宣讲的时候 他就同时表达出他的态度和位置 认识对象和内容 所以问题并非有没有政治神学 而是什么样的政治神学 教会不曾有政治中立 他自己说自己 在当时写这段文字的时候 老海里面所想到的 是纳粹时期的德国教会 其实这种挑战 又何尝不是出现在每个时刻的基督徒的存在呢? 这本书出版 象征了香港风起云涌之際 一批基督徒的信仰反思 和公开认信 历史终究会告诉我们这些论述当中的真诚 和生命的本相 此时此地此刻 这本书 岂可以不读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多谢您收听网播时代 Times on Air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